大家好,我是白丁 做了这么久视频,终于把这支给拿出来了 白金的一个3776 那首先我们一样看一下这支笔 其实真的挺漂亮的,个人觉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那这个 16还有800最经典的两支金箭笔 那作为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金箭笔的话 首先这样子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 我觉得另外尺寸上面来讲的话 比起我在照片上面看到的是大一点 我一开始看照片我觉得这支笔应该是比较小的 应该是像写了14K那样子的一个大小 或者百乐七世 那现在一看其实也没有 也就比那个万宝龙这个小一点点 那笔尖 那笔杆本身的粗细其实也是比较怎么讲呢 就是也是算也也中规中矩吧 也不到粗但是一定不能叫细 那这个我这个是那个四季版的就是三七七六四季 也就是说就Century 就有蓝色红色绿色黑色和白色那其他不是四季的 反正就我后面会再拍一个那个拆笔的一个视频了 那就到时候再细讲 那一对比的时候吧 我一开始买这支艾成嘛 然后当时前面也有看到这支就是这个三七七六 那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的蓝色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他这个的话 个人还是喜欢艾成这种偏深的一个蓝 这个蓝三七七六的蓝也好看 但是有点偏紫的个人觉得 那笔的话反正这支那个用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各种毛痕什么的应该也是能看到了 笔夹上面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就好像用起来的时候 因为日笔的话它经常会有拖度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多贵的笔 都这个问题反正不可避免了 但我暂时这一支的话好像没有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看一下这个透光率 其实买回来的时候 一开始会以为它三七七六会很透 但后来发现好像 如果我现在在阳光下面也没有感觉到非常透 另外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 密应该叫什么密封套 就是说它这支笔嘛 其实我现在已经洗过了 我当时写完然后洗的时候嘛 我差不多 然后我洗完然后就擦干嘛 但是没有用那个干笔清洁液去泡它 我就直接这样子选好 选好以后然后我再拿 这里又有一个那个什么水雾 那基本上我好像连续有三到四次 也证明它这个密封心还是可以的 价格上面来讲也是非常的优惠 但它这个笔舌我就没太搞得懂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 看起来这个笔舌就很薄 那拿一下这支笔的时候 因为三七七六这一支的话 反正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这一支嘛 那从笔形上面来对比的话 它这个其实也是算挺直的 我个人还是喜欢直的 不太喜欢说往内凹的那样子 我喜欢直一点 拿起来的时候 个人觉得这个是有点小 可能是拿 我本身是用大笔的 用大笔用的比较习惯 那就像这个笔我稍微小一点点的时候 那就感觉 怎么讲笔就偏小 价的话能看到其实也是能价住的 拿起来反正就是可能我本身拿笔也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讲 它对我来说是一支中一支中间偏小的一根笔 那外观上面来讲的话 蓝色的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如果没有说更高配的笔 这支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笔了 也不用去质疑 前面的这个圆头的笔帽 这个圆头我个人是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笔尾这边个人还是喜欢这个 146这样子我还是喜欢它这样子偏 这个环偏浅一点 那像生气日比好像很多都是偏厚的 那就感觉像什么 这样看的时候它就像一个 头大然后尾轻这样子一个比例 那个人对比例还是很着重的 另外就是说它的整体来讲的话 跟146来比的话 你们能看到146的弧线它是比较尖的 这个就偏圆了 很有那种日比的温柔 就是很温柔的一种美感 比的话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比主要是看这个地方 其他我认为就比较也没没必要去看 我用比算是我觉得也算是粗糙 但是好像还没有偷渡的情况了 真的奇怪 你看吧Made in Japan能看到吧 然后这里是那个3776 日本富士山的高度 再下来就是它的一个 我不懂为什么一个P再加一个Pendium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太确定 它的logo是这样子一个P 还是说是那个Pendium 这样子的一个就全写 比这个叫什么比环上面吧 就是细节度肯定跟146肯定有差了 毕竟价格有差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这支毕竟是原配 好那外观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M7 还有白金的我觉得它最划算的 CM7算是它一个怎么讲呢 价格上面来讲比较划算的一个地方 但这里我不太懂为什么它是银色的 为什么不直接也是金色 另外就是看完看一下这个笔尖 再看一下这个金色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 其实这个金色它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怎么讲呢 有点小失望 就是我认为这个金色 但是金色在这个情况上面 其实是很常见的 就是颜色不同一 这个是很常见的 玫瑰金会好一点 还有银色会好一点 但金色的其实很常见 就说这个前点这个升点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回去刚刚那个CM7 它这个CM7口径 我是不太确定是多少了 反正白金的就只能跟无足的 这两个品牌只能互相通用 其他都不太行 另外它的CM7是金色很堪见 就是很少的一个品牌 它CM7是给一个金色的 那你去配一些透明示范笔的话 有时候这个金色真的是加深非常高 好 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尖 那传闻上面都会讲说 它这个笔尖都是比较色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色 但是也很适合那个长期书写的这样子一个笔尖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笔尖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我就慢慢转一下给你们看 上面的一个刻文 你能看到 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对比一下 你看到这个 冲压的其实还可以 我们拿一下一个146来对比一下 因为我认为146基本上是这类笔款的一个标准了 那你看到146的那个压纹也是一样非常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可以啊 能看到就是说压纹 反正也能跟146比比的 就是说不会有就是你看到压下来的那个 你看这里 你看它压下来的那个缝吗 它不会说像之前我买那只长刀圆那样子就是 压下去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好像是笔尖比较软嘛 然后就压下去的时候怎么讲呢 就有点就是整个字往下沉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有点难看那个就是不是很完美 像它这个尖的话我觉得工艺上面还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那个笔尖的打磨 嗯 好像不太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抱对准 暂时看到后我这次那个中锋还是挺准的 挺直的 也是很正中间的 有时候会偏一点这个倒是正常的现象 嗯 嗯 然后这个笔尖 一粒 一粒怎么讲呢 也不是特别大粒 反正就 不会太小这样子 OK 你手有点抖啊 很不好意思 OK 大概这样子吧 好 那还是一样那整个笔都看得差不多了 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书写的步骤 那书写的步骤还是一样那个 哦 我很奇怪哦 为什么我手老手会弄到了 我刚刚打开一下墨都会 好 然后这个下来一下 上一下墨 是不是我上墨的那个手势不是很标准 所以我经常会弄到 然后这里 把笔尖给擦一下 笔尖的话现场笔尖真的比起那种老笔的笔尖看起来精准很多 也好看很多 好 一样的拿一下我们的本子书写书写 不好意思 哎 嗯 好了 那书写完以后 那能看得到 三七七六的F 我这次忘了 不好意思忘了讲 我这次是那个F肩的 那您看到比我的职业比我的0.5还要在那个C 另外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呢 笔尖上面有点小弹 但不是特别弹 不会感觉到硬 然后呢 嗯 那个现在 反正我书写过一段时间了 其实这支笔 呃 白金三七七六 如果你第一次拿到 而且没有上墨的时候 或者你刚上一点的时候 它的笔尖感觉的确是色的 但是我现在 你把这个笔大概写个200字左右嘛 基本上写开了 因为墨水已经填充足了嘛 那很多时候就是你买一支笔的时候 从0嘛 然后到写个几百字 其实那个鞋感其实不太一样的 那很多你去装过去试的时候 的确能试到第一个那个感觉 那有些有可能我刚开始是手感不好 后面好 有些是一开始不好 后面还是不好 那有些是一开始好 后面不好 反正就是有各种的一个 怎么说鞋感反馈 而且不同时期的 笔尖上面来讲 还是国产比和日比的一个怎么讲呢 出息嘛 真的没法比 肯定肯定是那个日比和国产比 基本上写中文 只能选这两个就两个地方的笔了 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是我这里是重压的 但是他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馈 那写起来的时候 呃也挺顺的 有点小阻尼感 而且特别细 那这支笔的话 除了一个笔感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偏小以外嘛 那但是长期书写来讲 我认为还是挺好挺合适的一支笔了 因为他一开始感觉很涩嘛 然后后面感觉就开始好写 那做明他做就是说明了他这就是属于一支比较慢的型的笔 那呃如果是说我不买别的笔了 我我平常是用钢尖的 我再上到一支金尖笔的话 那3776那基本上只能选择3776 也没有别的品牌或者别的笔好选了 因为价格也 我记得应该是如果是日比 日本笔来讲 他肯定是最便宜嘛 我们先不把国产比放放在一起的时候 另外一个的话 他的颜值还有各方面综合性能就是都很平均 而且就是跟146那种定位一样嘛 就是各项都不错 然后呢反正都不差 然后能用而且也很实用 好那这支笔总体来讲就 的确是最有性价比的一支金尖笔 个人也挺推荐的 他价格上面来讲也ok 写也挺好写的 对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的那个麻烦帮我留言给我 然后也可以帮我补充一下我没有讲的东西 今天状态有点不好了 那视频的效果那就请大家那个多多等待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